这是一个感官的锻炼 所以线上课通常的是锻炼感官 尤其是听觉 所以你们要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把心静下来 然后好好听我的声音 然后试着听指令 然后搭配动作 然后试试看能不能只用听的 然后不要依赖眼睛 就是不依赖视觉 所以这是线上课的好处 你可以锻炼另外一个感官 然后尽量感觉身体 然后所以是吸气的时候往下融化 让肩胛集中 感觉我们的肩膀 好像要互相集中在一起 好 这边你可以试着左右转一转 可不可以让它集中更多多一点点 对 好 注意大家的手肘 尽量往内旋 但是不推到底 不锁住它 让它回来一点点 可是保持推直很好 来吐气 一个Triwanda的手肘 它其实不是往后压下来 它的手肘留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把肩膀推得很前面 让你的身体往下 所以你的手指会扎进地板很多 然后让你往上偷之后 给你力量撑住肚子跟胸口 所以你的手肘才不会往外飞 所以你记得 当时我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是让我的手肘 很像就是往前碰到我的肋骨 所以你就会把你的肋骨 把你的手肘绑好在你身体旁边 然后你的肩胛在这里会尽量推开 它并不会夹起来 它是推开的 可是啊 你们在练习的路上很容易就是前面 没有力量的时候 肩膀就会开始夹 所以不要让你自己有夹肩膀的习惯 所以只要你感觉 你要开始夹肩膀了 停在那里 推开 你可以退回来一点点 就是一开始不用先做得这么深 你可能一开始前面一点点推开 我们就拉回来 然后越来越多 然后再越来越多 了解吗 所以就是断练慢慢断练 好了